贾博士很中肯的一句话形容他自己 贾博士说我没有什么发明 我只是把旧有的东西整合起来而已 其实他反映的既是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人的态度 我们不能说他态度是谦卑或者是高调 光整合这个字 你就仔细思量 整合是一个非常超凡不属的能力 整合人脉整合资源 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力量 比如说毛泽东成讲 我们要进行拉拢一切可以团结 所能够团结的人 所以他才说拉拢吃要敌人 炸打击主要敌人 刘邦在革命的过程中 有没有应用到这个手段跟方法 有 所以用完了 就是再抛弃掉 刘邦在沙公臣也是不扎眼的 在古代历史上 他几乎可以跟朱元璋 朱元璋并架齐驱 古来帝王杀工程是太普通的事情 反而不杀的比较不容易 不过就在整个历史的轨迹上 我们从贾伯斯来谈到这个小河 我们就要跟朱卫先举对照 那为什么老师把他排这么多名项里边 把他排在首位 一个是我们认同刘邦平民革命的艰难 所以中国历史上平民革命的第一起就是刘邦 相助他的就是小河 那有人就会问说 那小河怎么会那么有眼光 不是 小河自己讲 因为他有家产 搞革命比较没条件 这样听得懂 有母子有餐有餐 这叫要拨这么大 比较不大 所以小河就选了一个他认识的 在他们争讨普通公 没有什么修信用 除了四不敢以外 什么都敢的 他选定刘邦 其实也是事实水温 要不行再说 并不是我们一般讲说 小河慧眼是英雄 我们有时候 在讲述历史材料的时候 太过容易陷入一种想当难耳的情境 就是这样 才会发现这样 不是这样 普通都是赌到才说 还是后边 后边在撒业传记的人 为了他的民主观 才会这样抗紧 抗到这样 比较好看 其实起初不是这样 那么在此之前 有一个宰相 挤的也是CEO的 这个也值得大叔特殊 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在春秋 一筐诸侯 而且狡辩的 相战齐桓公小白的管仲 连孔子都特别赞赏他 所以为管仲物批乏 就是因为管仲才抵得住当年的匈奴的入侵 让中原华夏珠邦不用改剃头 不用穿胡人的衣服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 有很多问题 那一个是材料上 我们在解析的时候 一般没解析好 比如说断章取义的一种讲法 说这个 齐桓公问弥留之际的管仲 说你走了之后 塑雕可以吗 他说塑雕是个小人 你绝对不能先来他 那魏公子开方 魏国有个公子叫开方 也是齐桓公的拜把兄弟 他说这个如何 他说这个人品德低劣 你也不能用 他说那厨师 易雅 你也许会想说 那这个厨师 怎么也可以拿来被齐桓公 作为咨询的对象 别忘了 以前有个宰相叫伊吟 他就是厨师 后来宰相的宰 这个字就出自于厨师 这个行业 所以你要想说 这个厨师还真有那些门道 那他说 易雅 连自己的儿子都会杀来 把他的豚肉煮给你吃 这个人良心已经上进 你怎么可以用它 后来观众当然就赫然尝试 那诸多历朝历代的人 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尤其历史老师 在讲述历史的人 或者是说话 说话本的人 就强调这一点说 管众要死之前讲了很多善良的忠故 结果小白七万公都没接受 最后终究就被这三个人给害死了 就讲管众了不得 可是我要告诉主委 实情是如此 原因不是如此 怎么讲原因不是如此 这三个人是管众介绍给他的 这三个人都是管众引进的 所以成也消合拜也消合 用在管众行不行 行啊 那管众为什么要介绍这三个给他 管众有私利 管众有一天跟小白说 你现在已经是诸佛中的诸佛了 周天子都要养你这个脸色了 他说王啊 你要信仰我 那你所有的一切想要的满足 我通通给你安排 身色全马 全部由这三个包办 但是管众经过半年之后 他发觉不对 因为原来他可以每天跟桓公见面 或者桓公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经过他介绍这三个人之后变了 反而是管众要跟齐桓公聊天 或者敬言要透过这三个人 有没有一句称语叫受人以禀呢 管众做了一个最坏的事份 就是为了夺得执政的权柄 而迷惑君王 结果反而就是 这三个小人所残害 所以你历史要从那个角度看 其实是很多从角度 但重点基本功就是 来龙去迈 要看好 不可以只看一段 我们普通人说过书是五个人而已 五个朋友而已 你如果做老书是五个人 那是一个角度的问题而已 不是 所以基本功要弄好 这个是我们在讲述历史课程的时候 尽可能的讲到不要有太大的错误 历史要还原它就是会有困难 我们还要透过某些想象跟推理 认为这个事应该是这样子 中国最强的西优 萧何是由老师自己给他界定的 并不是说哪一个朝代的历史学家 有这个公论 但是总是要有人起个头 至于大家认不认同 其实寒天引冰水 垫地在心头 大家各出起见 也许你喜欢诸葛亮 也许你喜欢观众 这个都不伤大雅 不分彼此的矛盾 刘邦自己在革命中 总结成功的三大条件 他说服应酬彻为仗之中 决生于千里之外 物不如自防 决账前 就是说今天他有三大因素 他把张良摆在第一位 其实你看一个历史人物 在讲述某些东西的时候 你别小看他三个礼物的排列顺序 所以我要提醒诸位 讲话的顺序是很重要 事实上在老师的评价中 萧和是第一位的 可是为什么在刘邦的口中 张良跑到第一位 很简单 我来告诉你 因为张良不争 张良没有显入的野心 张良在团队中一直是个顾问 他没有实际的项权 所以刘邦把他摆在第一位 有至少一个目的 错错消合的什么 气焰 所以以后 你从历史故事中 要感受到这种东西 你讲话 就会慢慢有顺序 这句话头前 跟这句话头前 跟这句话后边 人家的感受是不敢 不敢 所以他把张良摆在第一位 这个我要跟你诸位解释 有没有别家这么谈 没有 只有我们家这样谈 但是我们家这样谈 才对 我给你保证 这样符合人性 也符合刘邦的心态 所以刘邦杀功臣 连他讲话都这么有步骤 不简单的人 刘邦没读什么书 白的字 没有一个口部这么多 可是最终能够统一天下 没有三分三 岂能上阳三 你光看这个口条 他就不是邓贤之辈 他不必参加什么奥瑞刚 口才训练班 不用 这个就是会讲话的人 宝剑一出风 就知道有没有 第二个 讲到消火了 他说 正国家 扶百姓 给会想不觉良道 物不如消火 整理之言 给我的部队 充分有保证的粮草供应 让国家社会 让我的根据地 能够安定 老百姓能够生活什么样 快乐 这是消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